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邀您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的代号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分九三点一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日本作家 叶版昭如他的重要的经典作品 短篇小说及《萤火虫之梦》 满年出版刚刚出了新的综艺版 叶版昭如他一生最后的一项荣耀 是在2009年 那个时候他79岁 他获赠了一个特别的奖 那是安武奖当中的 叫做新谢特别奖 安武奖从哪里来呢 是为了纪念板口安武而设立的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为大家介绍过 板口安武他所写的废物 这位作家在日本文学史上 是属于无赖派 跟另外一个名争更响亮的 无赖派大作家 泰宰志在一段时间 日本文学界 其实他们两个人是齐名的 而且板口安武 有着比泰宰志更明确更强烈的 思想的主张 1946年日本才刚刚战败 战败的第二年 板口安武就出版了 在那个时间点上 那个环境里面 真的是骇人听闻的 堕落论 这个堕落论 不是在批判日本堕落 而是反过来 在堕落论里面 大声几呼要求日本社会 应该要彻底的堕落 怎么会有这种呼声 怎么会有这种主张呢 因为堕落论 在那个状况底下 它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的是战败之后 有一股要求 道德重建的呼声 战争刚结束的日本 社会高度失序 出现了各种 在战前无法想象的 败德的行为 包括我们在介绍 松本青章的作品的时候 也就提到 例如说 许多日本的女性 以去陪美军过夜 过日子 用这种方式来求取 她们的生存 这在日本原来的 社会道德概念里面 这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 那这一方面呢 是贫穷残破的环境 逼出来的一种 尽存争夺 没办法 如果不这样做 就活不下去了 另外一方面呢 又表现出 美军占领底下 日本人普遍有的那种 悲屈 阿谀的姿态 如何面对这种现象 所以呢 很多人理想 很多人理所当然 就怀念起 战前的社会道德 还有社会秩序 想想说 那个时候 都不会有这种事情 社会多么样子 有秩序多么好 但是呢 满口安无 为什么害人听闻 反其道而行 他用最激烈的口气说 日本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 就是堕落 因为只有堕落 才能够对峙 日本最严重的 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 借着道德之名 所建立的 这种虚伪的风气 为什么要堕落 堕落才能够 挖掘出真实 日本必须把 所有这些表面的虚伪 通通都打碎 回到最底层 去看自己的现实 真实到底是什么 贪出被虚伪 掩藏的这种 内在的面貌 你要愿意去承认 去凝视 那一份 日本社会的 丑恶跟不堪 野板昭如 确实可以被视为 堕落论的 重要的实践者 而且呢 还比 板口安吴自己 更具备有 实践条件的 堕落者 因为他比 板口安吴 晚出生 他出生什么时候呢 那是战争气氛 已经浓厚的 1930年 他出生的第二年 就发生了 满洲事变 所以 几乎从一落地 他就注定 要变成 日本这个时候 军国主义 到后来战争 这种大时代 环境当中的 牺牲者 他呢 1930年出生 所以成长 马上就遇到了战争 1937年 就爆发了 全面的中日战争 所以他在战争当中 有一搭没一搭的受教育 可是呢 又因为年纪 稍稍小了几岁 所以到战争快要结束 1944年 他14岁 1945年 他15岁 没有被征召到 南洋的丛林去作战 也没有被派到 去驾驶神风特工队 自杀飞机 到后来去南洋的 大概年龄降到17岁 去驾驶神风特工队的 大概也都是18、19岁 可是这个时候 原本招路 他只有14、15岁 所以也就显显的逃过了 但有些因为留在日本的国内 所以他亲身经历了战争末期 美军发动的全面大空袭 战争的最后一年 尤其是在德国投降了之后 美国呢 就把他所有的兵力拿来对付日本 美军B-29轰炸机 这个庞大的机队 随时可以从塞班岛起飞 距离日本本土 已经够近了 在几乎不受阻扰的情况底下 飞抵日本任何城市的上空 日本已经完全失去了 保卫自己的国土的制空权了 所以B-29轰炸机 投下了大量的各类的炸弹 此中最普遍最可怕的就是烧一旦 这里你还要考虑到 日本所有的建筑物 日本主要的民间的建筑物 城市的建筑物都是木造的 所以那个烧一旦投下来 一烧就是整条街 甚至好几个街都会被烧掉 只需要一颗炸弹 所以战争到这个阶段 招已经完全失去了前线跟后方的分别 美军的轰炸策略 除了摧毁日本工业基础之外 这一定要的 可是这个时候 他们有一个新的目标 要彻底瓦解日本人民的意志 以便出城 日本可以早点投降 所以就出现了 平凡就是刻意的 以城市的居民作为对象的 这种残酷破坏的屠杀的行为 15岁的野板昭如 这个时候 他是初中三年级 他就遭遇了神户空袭 那个时候 他原本就赌于神户市立第一中学 他住的地方 在6月5号被炸毁 三天之后 他就去投靠 位于西宫市满池谷的远房亲戚的家里 他借了一辆推车 从断圆残壁之中 挖出了当时 埋在庭园里的食物 酒和衣物 挥汗如雨地拖着走 可是才走到树川的堤防边 太阳已经下山了 身边河面传来了蝉蝉流水声 以及飞起了多得数不清的萤火虫 这个时候 才让他深刻的感受到 自己竟然还活着 他的回想说 当时他的妹妹 才一岁四个月 他说 我实在没有办法代替父母照顾他 在蚊帐里放一些萤火虫 帮助他排遣寂寞 是我对他能做到的唯一的怜悯 有的时候 深夜里 妹妹哭了 我会背着他 走到外面 吹吹晚风 汗枕极狮子 让他的皮肤变得斑驳难看 我也曾经带他到海边 泡泡海水 后来他的妹妹 因为营养失调而过世 其实就是 饿死了 对他来说 《萤火虫之墓》 这篇作品 是他献给王妹的一首《安魂曲》 他说 如今回想起妹妹死前 那副皮包骨的悲惨模样 我就不禁感到懊恼 如果我当初能像小说 《萤火虫之墓》里的清泰 那样疼爱妹妹就好了 换句话说 他自说一写《萤火虫之墓》 另外有一个用意 甚至是 迟来的忏悔 他写了一个 疼爱妹妹 努力一直不断地照顾妹妹到最后 不过 到了他妹妹去世的那个晚上 他毕竟还是逃走了 那这样的一个哥哥清泰 他自己在现实里面 连清泰这样疼爱妹妹 他都做不到 他说 我对妹妹 并没有像清泰 那么样的温柔 我可以说 是把这样的心愿 寄托在清泰的身上了 野板昭如 当时住在 湾西的大城深户 所以在一次空袭当中 他的养父去世了 他带着 才一岁多的妹妹 这个妹妹跟他其实 并没有血缘关系 是养父跟养母 生下来的妹妹 去投靠亲戚 但是因为找不到足够的食物 导致于 妹妹饿死了 15岁的少年 其实他当然不知道 要如何照顾这么小的妹妹 也无法对这么小的妹妹 产生真实深厚的感情 再加上自己也处于 朝不保夕的这种垂危的状态 妹妹死的时候 他并没有太具体 太切身的悲痛 可是妹妹死后没有几天 非常奇特的 这样一个巧合的时间点 日本就宣布 无条件投降了 战争结束了 于是就差那么几天 在他的心里面 产生了长远 无法磨灭的一种内疚的创伤 自己自私的活下来 自私到 竟然没有努力 让妹妹多拖过 那区区就那么几天 如果拖过那么几天 妹妹能够活到8月15号以后 妹妹就活下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才有了那么具体的痛 不过事实上 对于失去了养父的野板照如 刚刚战败的那一段时间 他的情况并没有比 战争当中好到哪里去 他依然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 不只必须要依赖 微薄的佩吉物质来生活 而且呢 而且佩吉也不会按照 原本宣布的日期准时发放 明明战争已经结束了 现实的生活却没有摆脱 战争莫及的窘况 于是就让他的心里面 更加的愤慢 于是就让他的心里面 感觉到愤外的愤怒 以及不满 所以这个时候的野板照如 他就落入了班口安无所描述的那种 堕落的情境底下 他凭借着自己念到中学的一点 初步英文绘画的能力 参与了突然爆发出来的 日本美军买春潮 帮忙居间 干嘛 拉皮条 那他毕竟只是一个未成年的男孩 这样的工作也不能换来稳固的温饱 于是更进一步 他又堕落的染上了偷窃的习惯 这是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的这些奇特的经历 都写在这一本 《萤火虫之墓》的各篇短篇小说里面 藉由这种方法 野板照如以一种特别的视角 在线的日本战败的时候 那样一种社会气氛 尤其是他呼应了 板口安无的主张 那是真实的日本 而不是虚伪的 道德的 装扮出来的 那种表面的日本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陈其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去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未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麦田出版公司的新书 这是野板照如 日本作家他所写的 非常重要 大家很熟悉的 《萤火虫之墓》 这一部经典的短篇小说作品 野板照如出生在1930年 他是夹在战中跟战后的 一个低谷时期 他是夹在战中跟战后 低谷时期成长的 他属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世代 更是一个亲眼见证 以及感受到既有权威跟秩序 彻底瓦解的世代 在他十几岁之前 主流的意识 那个口号喊得那么响亮 巴哄欲 一意欲碎 这些观念一旦到了战败 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 以及和平宪法 他的这个世代的人 不仅因为口号的泛滥 而迷惘失措 接着呢 他们必须要活在羞耻和屈辱当中 那种发于虚妄而过于虚妄的空虚感 指这个世代的人 他们挣脱不开的一种可怕的束缚 野板昭如他在神户遭遇空喜 失去了他的养父母 度过了一段当街童的日子 身为焦土黑石派的生活 他可以说是充分体验过了 为了能够活下去 他付出所有 只为了幸存 早在大学时代 他就从事过各式各样的工作 他曾经是广告歌曲的作词家 曾经是戴着黑框眼睛的花花公子 曾经是文坦出身的流行歌手 就连热衷于T拳的时代 也没有改过他一贯的风格 在他的作品里 他的这个时代最强烈的特性 那就是一种恐惧感 担心侥幸存活 就是苟且偷生的恐惧感 他从来不曾尝试给予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的文学魅力 并不在于 把这样的现象加以概念化 而是以一种最自然最真实的方法 来加以描写跟发现 野蛮昭如曾经有过 这样一段自我描述的话 他说如果要对我下一个定义 或许可以称为 叫焦土黑市逃亡派吧 在空袭后的焦土废墟 以及气候的混乱环境当中 我失去了所有亲人 唯独我一个人存活了下来 当我看着自己的家正在燃烧的时候 只喊了一次自己的父母 然后我就头也不回的往六甲山的方向逃走了 直到今天 我依然觉得很内疚 后来我进入了少年院 在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里 身边的少年们一个一个死去 唯独我像是童话故事的主角一般幸运 成功地获得了新的家庭 他所获得的新的家庭 是他的身父 他的亲身的父亲找到了他 把他带回到新泄去 就像从前一样 我在少年院也是头也不回的 独自逃走了 只有他的印象 他记得 他的身父来接他 所以他就从少年院 不顾他其他的少年院里面的那些朋友 他就走了 所以这是他长期困扰他的心灵的因素 他说 或许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 但我为此感到愧疚 我永远都是逃走的那一个 他为什么要写小说 因为他努力让自己回到焦土黑市的世界里 他用这种方式实质上 在哀悼死去的亲人 以及逝去的时光 刚刚讲到他在少年院里 他为什么会进到少年院里 他是因为偷窃了亲戚的财物被捕 送到了这个少年院 他的身父出现了 把他保出来 同时呢 把他带到了心血县 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 他在2009年79岁的时候 他获得了安武奖当中的心血特别奖 那是因为班口安武出生于心血县 所以呢 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奖 迪丽切切野板昭如 有理由获得心血特别奖 因为他人生的成长 可以划分为心血前跟心血后 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心血前 他在神户 那是一连串他无法避免的苦痛 跟灾难 被外在的力量抛来甩去 出生两个月 他的生母去世 离开了他的身家 进入到养家 然后在养家所在的神户 度过了惊涛骇浪的战争的时期 去到心血 他才得以逃过 成为贯切罪犯 进出监狱的人生 如果没有他的生父 把他带到有继母持家的 这个心血的这个家里 他真的无法想象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罪犯的人生 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家庭 邻里重新来过 以至于这样一个十几岁 就进少年院的小孩 竟然到后来 还能够进入到 早稻田大学 成为大学生 不过这并不表示 那样少年堕落 那么彻底的堕落的折磨的经验 可以从此 就从野满昭如的生命当中消失 野满昭如 背负着那样的记忆 即使在获得新生了之后 他仍然不可能走得 非常的平凡 非常的顺丧 理所当然 套用板口安五的想法 也许就是在那段 堕落的时间当中 让野满昭如看见了 而且拥抱过 那赤裸裸没有装饰的真实 以至于他再也无法安于去过那种 必须要撑起一幅道德表面的日子 他看透了 他看透了 他不屑于这样的道德表面 但这也就给他往后的人生 带来了另外的困扰 例如说 他在早稻田大学待了六年 他终究必须要承认 自己无法顺利转化成为一个 可以融入到社会 方便社会接受的一个大学生 所以待了六年 最后他没有拿到学位 退学了 接着呢 他加入的是新兴的电视产业 因为这个产业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没有那么多的传统 他混迹在传流着 美军占领期的那种 败德荒淫气息的 广电娱乐界 之后 他又借由身负的经验的引导 涉足在政治里 可是他这种人 要参与政治 百分之百 他不可能参加主流的自民党 而是以五党籍 有的时候是反对党的身份参选 他的政治生涯当中 曾经有过最轰轰烈烈的一役 那是1983年 他在新写参选 众议员 以批判精权政治 作为他的竞选的主诉求 他试图要撼动 这个选区势力最强大的 万年议员 这人是谁呢 他要挑战谁呢 是曾经当过两任首相的田中角龙 这是日本战后 几乎是最有名的一个首相 不过尽管田中角龙 已经因为涉及洛克希德受贿案 他已经不当首相了 甚至呢 已经不荣誉的退出了自民党 但抱歉 这也不是野板昭如 可以挑战的对象 因为他在新写这个地方的经营呢 这个基础依然非常的稳固 野板昭如 当然在选举当中惨败 野板昭如在选举当中惨败 田中角龙继续连任 最后呢 田中角龙是缔造了 从1947年 一路当众议员 一直当到1990年 超过40年 而且不间断担任众议员的这种惊人的记录 这部小说 《阴火虫之母》 就是野板昭如 把自己心谢钱的经历 那是他少年时期成长的经验 用小说的形式 历历的显现在 这个短篇集子里面的各篇小说 那整本书 写得最为淋漓尽致 也是最为动人心魄的 那就是饥饿 《阴火虫之母》 小说一开场的时候 这个少年青太 他是在神县三宫站的车站里 他就是处于 已经饿得动不了的一个状态 车站内 每一根三尺建方的 粗大柱子的底下 都坐着街头 他们仰靠着柱子 仿佛仰靠着自己的母亲 因为他们都失去了父母亲 所以竟然是车站里的柱子 是他们仅存可以依靠的 这群街童不约而同 聚集在车站里 或许因为这里是他们唯一可以进入的建筑 这是一个理由 或许因为热络的人潮 令他们感到怀念 因为他们如此的孤单 但是还有第三个理由 或许因为车站内 有水可喝 因为期待着 有旅客一时兴起而丢下一点食物 这是他们仅有可以找到水喝 可以吃一点点东西的最后最后的地方 进入九月之后不久 八月十五投降了 这是战争刚结束的时候 这附近就出现了三宫桥下的黑市 一开始是有人将烤过的砂糖 餐水制作成糖浆 倒进空的大汽油桶里 一杯五十钱的价格 对外贩售 卖糖水 紧接着呢 就有人在这里贩卖 蒸番薯 番薯粉 蛋糕 团子 饭团 大福马薯 炒饭 红豆汤 小糕点 乌龙面 天妇罗 天妇罗盖饭 咖喱饭 蛋糕 穀物 砂糖 天妇罗 牛奶 牛肉 牛奶 罐头 鱼 烧酒 威士忌 梨子 下沉 他故意一连串的列出来 他故意在小说里 这样一连串的长长的列出来 都是食物 然后后面呢 是杂货 有人另外拿出了 铝色的便当盒 里面装着 妻子早上煮好的卖饭 高声大喊 十元十元 也有人脱下 磨损严重的短靴 挂在手指上大喊 二十元 二十元 清太被食物的气味吸引 漫无目的地走进到黑市里 母亲遗留下来的那一套长乳瓣 腰带 半斤 和腰绳 早因在防空毫里泡水太久而吞涩了 清太把他卖给在地上铺着草席贩卖旧衣物的商人 靠得来的钱 活了半个月 接着呢 他又卖掉了人造丝布料的中学制服 还有绑腿 鞋子 唯独裤子实在卖不得 这段时间当中 清太不知不觉 已经习惯在车站里过夜 曾经有一枚少年 和他的家人 朝清太走了过来 把发酸的 蒸米糠饭团 放在地上 那一家人 一看 就知道是刚刚从 疏散地 疏开地去逃避空袭 从那里回来 还把头巾 整整齐齐地盖在帆布袋上 背包里塞满了饭壳 贴碎壶 铁军盔 万骑神 等等杂物 那 真米糠饭团 多半是他们准备在列车上 冲击用的食物 列车已经到站 而且呢 饭团已经发酸了 对他们来说 已经跟垃圾无异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返乡的士兵 以及孙子的年纪 和清太差不多大的老奶奶 他们都基于同情与怜悯 把吃剩的面包 包在子团里的炒大豆 送给清太吃 但连他们都不敢太靠近清太 只敢远远地放在地上 宛如祭拜 往生者 这里写的是饥饿 而且写的是 饥饿的状态底下 这个清太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活死人 他活着只剩下那么一口气 但是这一口气 最后几乎所剩下的 所有的感受 只有饥饿 严满昭如用这种方式 开场他的萤火虫字幕 整部小说都在写 在战后的这种情况底下 整部小说都在探索 战后的这种状况 对于日本人的集体心灵 留下了什么样长远 无法磨灭的损伤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叶满昭如的 萤火虫字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后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